前幾年有一陣子很流行車禍炸飽 那我們就碰到一件 真的是氣死人的案子 反正就是一個家裡也是經商失敗 家裡缺錢缺得亂七八糟的家庭 那他兒子在一家餐廳當廚師 餐廳當廚師最重要就是他的手 那結果因為爸爸為了要利用 這個來炸意外嫌 還有其他的嫌 先把他保了一大筆 而且連保了兩家公司 都各三千萬的保單 那然後就私底下 花錢花五十萬 然後去找了不知名的兄弟 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兄弟 連續兩次製造車禍 一次把他兒子撞飛 飛到那個大郡裡面去 無死 重傷 對 然後第二次找 看兒子沒死 找兄弟去砍他 砍死了 對 砍死了 後面他領了這保險金 你說這慘不慘 後面事後才被查出來 原來是父親教唆社局 那當然我們還有碰過另外一件 就是說那是有個年輕的妻子 他丈夫也是個保險員 那保險員在他生前就先幫他保了 幫妻子還有他的弟弟 因為他們三個人住在一起 然後就保了大筆的保額 那有一天弟弟做工的時候漏電 被觸電死了 但是沒有人募集 這個丈夫又製造了一個假車禍 然後後面搞得自己好像行動不變 有點半身癱瘓 那有一天也發覺他老婆也死在家裡 他老婆怎麼死 是被發現的時候是成跌倒狀態 然後有一根釘子插在他頭部 大概長十公分的釘子插在他頭部 那可是法醫院出來就想說 跌倒怎麼會那麼剛剛好 就跌到一個釘子上面去 那家裡怎麼會出現一根釘子這樣子 那家裡的人也覺得很懷疑 就是說現場還有那種什麼西瓜皮 那製造的那種證據 就是拔倒 對 怎麼會 怎麼會就那麼多多好的事情 然後才去查到這個 原來丈夫有幫他們保了 巨額的保單 而且丈夫是當初是 這個公司 保險公司的保險員 都是他親自保的 他爸爸媽媽覺得 我兒子是漏電也是死的 那回想起來 我兒子那時候也拿一大筆保險金 也是被這個我女婿拿走了 對 那我女兒死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才去報案 那警方一追追追追 發覺疑點重重 然後衝去他們家裡找人的時候 讓丈夫落跑了 不見了 人就消失了 你剛剛講他不是車禍 然後癱瘓 對 然後他就消失了 對 他就消失了 好啦 警察終於追到他的定位 然後發覺他出現在一家網咖裡面 那網咖裡面當然大家去圍捕 一圍捕的時候 一看到警察哪裡有癱瘓 跑跟他背耶 哇塞 原來他 從頭到尾都是他在設局的 他為了就是說要殺害他的那個 小舊子跟他的老婆 所以他也假裝先製造一場車禍 好像他已經都半身不遂 坐輪椅 然後完全不能夠行使殺人 那種假象 所以後面這全案破了之後 才發覺這是一個騙局 所以你說錢是不是大於命 而且還是兩條人命 海灘瘍子不怎麼佩服他 他前面要佈局佈這麼久 然後連自己還要裝癱瘓 然後車禍還不能撞死他 然後一路做了這些 所以剛剛最後小在講的 所以錢大於命 而且兩條耶 一個是自己老婆 一個是自己小舊子 其實有些時候 你只要在一些事情上 獲得好處 他很容易就會變成 你之後會被這個 這個好處給吞噬 他不是第一次 先拿到小舊的錢嘛對不對 然後他實隨之位嘛 所以後來就會有 第二步的一個行動 然後我們就想說 為什麼一個人 可以變成這樣子 其實當你心靈有一個空洞 大到已經沒有東西 可以填補的時候 你就會拿別的東西來塞 有的是吃東西 有的是金錢 那我再猜可能 這個犯案的人 他或許有一些其他 心靈上面的空洞 我爺爺之前就是 還在世的時候 就被騙了一大筆錢 那時候也我覺得很好笑 如果我爺爺沒被騙 我應該現在是富二代 就是那個時候是他 遠房親戚吧 就是家裡面 好像欠了一大筆錢 然後就去四處借錢這樣 然後我爺爺就想說 小時候也照顧他很多 然後他很早就來台灣了 爺爺很早來台灣 然後我就幫他一點忙好了 結果就是 真的拿那個金條 你們這輩子看到金條嗎 我是沒看過 是真的金條 上面有印999那個 然後就拿個幾條 然後過去救濟他們 就換成 我記得是換成美金 然後特別搭飛機過去 然後就借你 看你要怎麼樣去周轉這樣 結果回來之後呢 也通訊不發達 然後也打電話 都沒有接通 然後後來才發現 他們舉家從那個 那個原本住的地方 全部搬走 那也不知道是真的 遇難了還是怎樣 但是最後這一筆錢 就是有去無回 我常常都在做夢想說 爺爺如果再次 多留一條給我 該有多好 是 還能用現實一點 實在一點 你不如去找尤傑片 然後我 傑言 如果要就跟你講說 怎麼樣 可不可以幫我 想辦法打官司 要回這些金條 我覺得他還是 可能繼續做夢好一點 那像我就有那個命主 他來的時候 他一坐下來就跟我說 老師 我跟你講 我什麼都沒有 只有錢 聽起來就覺得這個案例 很值得研究 什麼都沒有只有錢 老師 我什麼都有 就是沒有錢 他就說他年輕的時候 家裡面非常有錢 然後就是爸爸媽媽 都餐給我這一種 那爸爸媽媽就幫他 選了一個太太 是鄉下的人 一開始就是說 這個太太很樸實 但是相處久了 就覺得太太很無味 就覺得說 遭抗之妻 真的很無聊 非常的白開水 那當然就跟外面的女生 就搞七年三 那這個時候 他太太也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可是一個轉機點發生了 就是他的媽媽過世了 那媽媽過世之後 有一大筆的遺產要過來了 要到他名下 這時候旁邊的人就慫恿他 跟他說 這個媽媽的遺產 到你名下之後 你會變得很有錢 如果不趁這個時候 把你老婆踢掉的話 以後你老婆呢 就會享用你這一些財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旁邊的小三 這個時候 也在旁邊一直吹枕頭風 那這個小三又特別的美艷 他又真的還滿喜歡的 於是在這兩個原因的促使之下 他就真的買通了 又是兄弟 買通了兄弟 製造一個假象給他老婆看 就是說他現在被追債 他現在破產了 所以要逼他老婆跟他離婚 然後呢 美其名是要保護他們母子 結果老婆就傻傻的 想說現在怎麼辦 那只好就簽了 然後就把這對母子 就安置到鄉下 然後呢 真的老死就不想往來 除了暗約會給他們 一點生活費之外 就再也沒有去看望他們 那可是呢 因為這個人就真的立意熏心 他也不願意跟小三結婚 因為他就覺得這個小三呢 就是要看他的錢 所以他的小三 也是一任換過一任 一任換過一任 直到他有一天呢 微中風 發現身邊的人呢 都不理他了 他才想到親情的可貴 那剛好呢 這個時候兒子 就是那個媽媽也過世了 媽媽叮嚀兒子 要上來找爸爸 結果呢 找到爸爸之後呢 從旁邊的人 七大姑八大姨的嘴巴裡面 知道了這些故事 他很恨 就再也不願意跟爸爸聯絡 那爸爸那時候 因為微中風嘛 很擔心 他們就會很擔心 死後沒人拜 死了沒人拜 沒人拜 沒有人拜 這時候怕了 一直要去找兒子回來 可是兒子就跟他講說 我要你為媽媽付出代價 真的是老死不相往來 結果他就來問我說 給我看兒子的命盤 問說他還會回來嗎 就真的沒有 他們兩個的盤極其不合 然後他也錯過了 最佳的時間點 其實真的 我們就說人的命運 都是自己行 怕差打仇 真的 但小黛 有很多時候 我就說嘛 你手伸出來 五個手指都不一樣長短 對 所以家人這麼多 總是會有 疼這個愛那個 多一點 少一點 光那個之間比較跟忌妒 也會出大事 家人關係當中 如果說一旦發生了那種 不管金錢上嫌隙 情感上的這種嫌隙 已經發覺水火不容的時候 就選擇離開 對 距離還可以 對 就是保持距離離開 老死不相往來都沒關係 可是我們往往就是說 人還是有一股那種報復心 所以我們碰過很多案件裡面 就是說 好 那我就要對你 或是你的子女 對 進行報復 那我們前一陣子就碰到一個 很著名的案例 就有個人妻 那她長期就跟她的婆婆不合 那她一直覺得說婆婆看不起她 那不管是作家是洗衣服煮菜 能夠念得通通要念好念滿 讓她就是心生不滿 那相對的她又生了一個女兒 那生了一個女兒 那婆婆更不高興 第一台生女兒 所以對她的這種口頭碎唸 還有精神上的虐待 越來越嚴重 好 她的小姑 因為小姑是住在別的地方 但是也生了一個小女生 但是問題是這個小姑就把這個小女生 帶回來給婆婆顧啊 婆婆照顧有家 這金孫耶 我女兒生耶 要什麼 有什麼 不都是生女兒 對啊 很奇怪 就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對媳婦生的女兒 就是不理不睬 對 好像是別人家撿過來的一樣 那這個媳婦當然生氣了 那當然生氣我就想 有時候真的要嘛 你就跟老公講一講 就搬走算了 對 除非說你真的有困難 但是她選擇一個最不好的方式 她怎麼樣呢 她發現說 小姑平常擠完母乳後 都會冰在冰箱裡面 所以她就在冰箱裡加鹽巴 加很多的鹽巴 在母乳裡面加 對 在母乳裡加鹽巴 那小姑為了這個小孩子 為了幾天之後 發覺小孩子不吃了 東西不吃 然後也長期昏睡 那就想說是不是出什麼狀況 趕快帶去給醫生看 那醫生看就是假如說 你這個小女嬰 有肝功能指數異常的問題 後面她發覺狀況不對了 於是先在家裡裝監視錄影器 裝了監視錄影器 發覺這個媳婦常常跑去冰箱 開冰箱把母乳拿出來 加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這婆婆跟小姑就緊張了 把母乳拿去醫院化驗 才發覺裡面含了高濃度的鹽巴 對 所以她女兒就因為吃了高濃度的鹽 所以造成她的肝臟受損 還有腎臟受損 差一點點就影響她全身器官的發展 那當然後面他們就提告了這個媳婦 這媳婦也該受罰的也受罰了 可是我畢竟覺得說 這個不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方式 對 如果你要真的要 這個小孩是會死的 會死啊 因為小嬰兒是受不了 受不了那麼重的鹽 那個腎會受不了的 我這邊有一個實際的案例 也是我自己的朋友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再聯絡了 因為我們覺得她太可怕了 真的嗎 我那位朋友從小就長得非常的漂亮 他就立志駕豪門 他那時候是跟我們講 然後他真的是情奇書畫都去學 後來也奮力地考上了空姐 他就覺得這是接近豪門 最快的道路 結果也被他真的找到了一個豪門 那個婆婆是美妝的代理商 然後公公開了一整間的醫院 那這個先生個兒很不高 才到他的肩膀 但他就是死命一定要嫁進去 他甚至幫先生洗腦說 就是因為你個子不高才要娶我 我們這樣才有好的基因 優生學 終於嫁進去了 可是婆婆沒有看他很順眼 因為總覺得你就是 好像扒著我們家的錢 或者是有各種原因 可是這個女生 這麼有心機的終於嫁進去 我們那時候去喝他的喜酒 我說真的是世紀婚禮 超豪華的 他那時候就跟我們講說 他要當最美的新娘 就嫁進去兩年 他想盡辦法要懷孕 怎麼樣都沒有辦法 甚至他婆婆還很生氣 叫他去祠堂 就是祖宗祠堂跪著 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有做錯什麼事情 所以祖先才不讓你懷孕 他去連續跪了一個禮拜 就這樣被要求 結果後來他就覺得不行 他就跑去找有養小鬼的通靈師 問說為什麼我到現在 都沒有辦法懷孕 結果有小鬼通靈師 跟他講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 他說因為你的小姑 在你的床底下 放了一張符咒 上面有寫 然後還有讓你喝香灰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因為當年他婆婆 就和他公公賺太多錢了 所以把他們兄妹送到日本去讀書 所以他們兄妹倆 一直都是相依為命 那這個妹妹有很嚴重的戀胸情結 所以當他嫁進來的時候 這個妹妹非常討厭他 覺得他搶走了哥哥 所以就用這樣的方法 然後就阻止他懷孕 然後甚至在媽媽面前 一直講大嫂的壞話 結果這個我那個朋友 他就說好 沒有關係 他真的是嚇得狠手 他就說那我就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 他就先請法師 先把他這邊清一清 就趁公婆出門去出國的時候 把他的房間清好 然後該送走的送走 該幹嘛的幹嘛 之後他就也很努力 真的想盡辦法 做的也好 自然產的也好 生了三個小孩 然後跟婆婆變得非常的好 只要逛街就帶婆婆 然後只要什麼 就把婆婆侍奉跟女王一樣 婆婆就很愛他 可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換他了 他就很得意的跟我們說 他去找了一個某某老師 那就不說了 然後那個老師也告訴他說 可以用一樣的方法 整他小姑 結果小姑就真的 開始也是吃一些東西之後 就神智不清 然後他也是給小姑燒香 或什麼都來 神智不清 一直到臥床不起 家裡面所有的人都 沒有辦法去照顧小姑 甚至覺得小姑好像有一點失能了 就沒有辦法了 他就已經不是一個正常人 他就把所有的愛 都得到自己的身上 幾年前 他就把他公公的一塊地 超強悍的 把公公的一塊地賣給建商 然後從中間 就是跟建商周旋什麼的 建商分給他18間房子 18間 大家算上看有多少錢 他就把這18間 據為己有 然後也沒有打算要分給那個小姑 然後當他跟我們講這些故事 還洋洋得意的時候 我們好多人 就默默地就退 退朋友 真的太可怕了 就是這個人活得 眼睛裡只剩下錢 什麼都沒有了 有很多人都以為說 你只在告訴你這些好朋友 你做了那些事 你都不知道 這些好朋友走的時候 每個人都看腳底下 有沒有踩到的符咒 有沒有什麼東西 就再也都不敢跟他聯絡 就退啊 然後刪啊 對啊 因為他會對別人做 他有可能對你做 這種心情 這些人都不會想到會是這樣 其實如果你的家人 傷害你很深的話 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那個 每一個傷害你的人 他上面應該還有一個 他的債主 就是傷害他的人 所以他可能上面 有一個別的東西傷害他 可能是社會的某些框架或什麼 那不是講 這不是說你要去同情他 而是你知道他有可能 被某東西傷害之後 你要怎麼不讓自己變成 下一個被傷害的人 或者是不要讓自己變成 下一個去傷害下一個的人 那一個比較常說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練習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用比較在過生活 比方說 你不要比說小顧比較有錢 或者是我的媳婦 比我受公公疼更多之類等等 就是不要去比 不要比 那比這件事情 他座落在人生 非常多小的地方 比方說這一家店 比那家店好吃 你用那種 比較在過生活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陷入說 到底我過得比較好 還是他過得比較差 然後把比較性上來調低一點點 你就比較不容易跟身邊的人 起一些衝突跟爭執 OK